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数香港人家居必备的物品 水桶相信会是其中一样 不过大家有没有留意家里的水桶 是不是红A水桶 又知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走红了几十年呢 事源香港60年代初人口不断膨胀 香港淡水资源贵乏 1963年香港出现最严重水坊 全港水塘用水量只是剩大约40日的用量 政府要实施制水 一日只是供水4个小时 最差时每4天供水一次 为了存水在家里用 每家每户都会用尽所有能够装水的器皿 例如桶或木盘等等 在街喉前排队等水 轻巧、实正、有多种尺寸的红A水桶的出现 成为当时的宠儿 不少家庭都买来淋水 因为非常畅销的缘故 在制水开始之后 红A水桶的生产商 就24小时不停生产 赶制10万个胶水桶 即使这样 红A也不发灾难财 并且曾经登报声明 制水期间不会加价 香港在18世纪人口逐渐增加 当时管治香港的英国人发现 要兴建水塘 第一个香港的水塘 是博富林水塘 其后人口越来越多 就算是新界金山一带 兴建九龙水塘 但单靠水塘 未能解决食水不足 1960年 就与广东省达成供水协议 长远解决香港食水困扰 年轻人未必了解制水苦放 不过走开山的朋友走过水塘 不妨尝试了解下自省用水的方法 我们应该珍惜水资源 亦都要更加爱护地球 令下一代有更美好的环境